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舞厅这个地方其实相当也是龙蛇杂楚的地方 那您知道台湾其实最后落网的一个偷气要犯 而且警方不费一兵一卒就抓到的这一个大咖 叫做陈耀国先生 他也曾经混击舞厅的时候发生一件 说起来不是太光彩的事情 另外在高雄还有一家舞厅 这个黑道的手完全伸不进来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的目的到底有多硬 我们稍后告诉您 另一方面还要来看最近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有一系列的介绍了 蛮多您所不知道的隐形富豪 那么您知道吗 还有一种令人瞬目结舌的赚钱方法 一定很难想象 就是一边糟楼 一边红通气 还可以一边赚钱存钱 甚至摇身一面 洗身份 洗白变成了大富翁 这真的是戏剧性的翻转人生 我们也要稍后告诉您 先来介绍今天与会的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资深媒体王瑞德先生 惠敏好 大家好 江东国先生 惠敏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再介绍流氓牧师冰哥 惠敏好 大家好 再介绍的是冰章业者罗世杰先生 罗世杰先生 罗世杰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遗体修补师 陈修将先生 惠敏姐 观众朋友大家好 园警对着轿车连开好几枪 驾驶不打算停车 还狂催有门 园警拿破窗戏击碎车窗 但驾驶说什么都不肯 乖乖就范 园警拿着警棍不断网 驾驶狂打 驾驶虽然悍痛 还是不下车 再倒退躲避园警 原来陶一驾驶 是一名24岁诈欺通气犯 7号下午1点多 王姓通气犯 在台中自由路和成功路路口 跟其他轿车发生擦撞 警方到达现场 王姓通气犯因为车上藏毒 一开始假装配合要拿证件 突然发动车辆四处乱撞 一撞之下波及至少五台轿车 还差点撞上远警 警方开了11枪 还是让通气犯跑了 幸好远警穷追不舍 在500公尺外的中山路 抓到身中一枪的王姓通气犯 警匪追逐站当街上演 吓坏不少民众 被警方逮捕 身穿黑色外套的贺玉龙 不说话也没低头 年近50岁的他 以绰号 嗨流啊行走江湖 因为涉及富商 掳人乐赎案 又和超跑代理商 爆出债务纠纷 一审判决出炉 纵横两岸的嗨流啊 总算能用司法制裁 翻开过往记录 曾以朋友死亡为由 一口气交给警方 79把长短枪支 4000发子弹 火力形同小型军队 更有传言是张锡铭集团的 幕后黑手之一 身穿西装一头白发 国宝集团总裁朱国荣 走进北柬 面对媒体追问 不乏以云 有用国宝货的前途吗 不知道是不是很有把握 朱国荣走上二楼 居然还露出浅浅微笑 检调针对国宝集团 涉嫌利用人头户 炒作东方股票案件 展开搜索 约谈朱国荣和他的前妻 刘庆朱等十多人 61岁的他过去曾经在澳门 抢劫银行运钞车 偷渡来台后两度入狱 靠着珠宝批发变身百亿大根 但如今被爆拿公司资金换私利 恐怕无法让保固再幸福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特殊的这个富豪 有的人一边走路 一边贪钱这么厉害 先来看看 这个对80万走的走的 存到80万 你说惠敏坦白讲 80万存到800万 厉害啦 十倍 但是你正要说到富豪 我是觉得好像又没那么厉害 对不对 错了 惠敏 你形容的是对的 因为他当时根本只是个少年 只是个少年 而且恐怖的是 他不是说只是个少年 80万存款变800万 是只是个少年 他为什么会去跑路 跑路期间存款还会增加 因为他杀人 而且这杀的人 让当时侦办案件的刑警 都觉得这不可能是少年怎么做的 这不可能 好 我们先来讲这个案子当初怎么发生的 话说有一个工人 有一天他跑到台北市的信义区 知名的虎报诗像 我们讲这个 有没有那个登山区的虎山 当时下午呢 他去那边做工 就坐一坐呢 怎么那个地方有那个 有没有 那个雨水冲刷过的痕迹 但是怪怪的 因为好像有看到塑胶袋 一时好奇 就把那个塑胶袋一翻开 一翻开 骨头 人骨头 骨头晓下来啊 那就一直开始叫 结果当然就叫警察来 请他来 他是目击者 他必须在旁边看 就警察挖着挖着 兄弟 挖到不一样的东西 挖到一把刀 结果就整个 把那个塑胶袋 一撺出来 才發現另一具骨骸 而且這具骨骸上面還插著一把16公分的刀 那這是一個雙屍命案 而且已經被骨骸了 代表他已經被棄世很久了 至少有四個月之久 上面還插一把刀 那這不用說了嘛 情財仇這標準有仇 對不對 一定有仇啊 不然怎麼會這樣子呢 好 到底這個命案是怎麼發生的呢 原來這兩個是國中同學 而且都是少年 那他們會被人家殺 是因為他們看到知道了一件不該知道的事情 話說這兩個人生前 他們在念的那個學校 他們發現怎麼同班的 有一撮同學 那麼就好呀 出手很擴挫 那他們就 有意無意的接近他們就 有一次被他們發現 原來這夥出手很擴挫的國中同學 他們是闖空門的少年空門集團 那他們發現之後 不是加入他們 也不是檢舉他們 竟然是跑去跟他們黑吃黑 跟他們講說 我知道你們都做這個 就有錢 沒有 這樣噴一刀來 來要挾喔 對 國中同學要挾空門集團 那對方覺得也就算了 那就黑吃黑喜事寧人 沒有你愛多少 對我說 就這兩個被殺了 這兩個說 20萬 國中同學20萬耶 對 他說20萬太多了 他說2萬 好 OK 2萬對方也拿了 這兩個死者也拿了 但拿了之後死髓之尾 那祖賢就覺得說 這樣子不是辦法 一不做二不休 死人就不會要錢啊 就跟他約出來 約到了虎三 結果呢 談判就 撲裂 他就直接拿魚槍啊 拿刀啊 就把對方給砍死殺死 然後兩個人就埋在那了 那後來因為 我們講民意中自由定數 剛好下雨 把骨骸給沖刷出來 但奇怪的是 雖然我找到骨骸了 也知道來龍去脈了 那祖賢還在逃啊 結果這一逃 惠美你看一下 這一逃竟然可以逃了快4年 快4年喔 這就讓我想到什麼 你知道嗎 這就讓我想到韓戰裡頭 你知不知道 那韓戰裡頭不是有一個怪警察嗎 彭宇也那個 這個也一個 就是他很正義魔人型的一個警察嘛 對不對 那他爸爸其實 對他還算是有一點點包容 有一點點包庇 這個案子跟得很像 怎麼說呢 因為這個少年祖賢 之所以犯了這樣滔天大罪 卻還能夠跑3年半 因為他媽媽一直在cover他 他媽媽當時在他犯案回去的時候 他跟他說媽我殺了人 他媽竟然跟他說 喔好我知道了 來回家 不是應該是不是就說 你殺了人 那是不是大義面青 他不是 他說我知道回家 心疼他嗎 然後回家之後呢 你就行李一款款 來 我這家有10牛 不然有金 10牛 10牛喔 好我就給他 他就去逃 3年多來就逃 逃... 然後逃了之後呢 後來他落網了 警察就發現 什麼 你怎麼 你怎麼回事 怎麼會這樣 就回到了剛剛惠民所說的 這是不是聽起來就是一個 完全連電影都寫不出來的 一個社會案件 因為一般招樓 他們會去跟人家說 我要招樓啊 我沒有錢 你給我錢 好再來看看竹聯邦 這兩位重要的成員 路走的走的走著走著 搖身一遍變什麼 知名的僑領 對沒錯 那麼竹聯邦出身這個等於說 一開始呢是打架啦 這樣子啦 最後跑路到國外 搖身一遍還變成這個大橫 甚至於變成愛國的僑領 那非常有名的 竹聯邦早年的時候呢 他的主成分子都有一個外號 那這個外號呢都會用動物 或者是顏色 比如說白狼嘛 黃鳥 我要講的叫青蛇 青蛇是青色的蛇 那他姓鄧 是一位鄧先生 那麼他早年的時候 讀南強中學的時候呢 他是用頭腦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南強中學裡面呢 有一位 當時剛加入竹聯邦 但是呢在裡面學校 那個很囂張的一個漢超最好的 然後呢看他不順眼 要找他單挑 打贏打不過他了 因為你漢超超好的對不對 所以呢 等到單挑的時候 那麼就趁這一位在那邊等他的時候呢 直接那個用一個布 然後把石頭放裡面 直接從後面 趁他不注意 然後你偷襲 砰就把他打 而且一場就把他打昏倒了 這個事情啊 他闖下大禍 為什麼 因為他是竹聯邦 在南強中學裡面的 當時稱為南聯 那個南聯裡面的人啊 那你這樣幹了以後 結果後來人家想 他敢打他耶 你知道嗎 表示這個人叫小厚啊 所以後來乾脆就把他加入 讓他加入竹聯邦 吸收進來 他就變成青蛇 那也就是說 他膽失夠 然後呢 他本身又有動腦袋 那個為什麼要特別講到他 因為在1976年的4月23號 發生一個 台灣道上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叫做信花閣疊血案 裡面就有我們當時 獨臂刀王 王宇在裡面 那當時是因為王宇呢 跟竹聯邦的一些朋友 還有一些生意人 他們在信花閣大酒家 信花閣大酒家 在台北大同區 赫赫有名 我去臥底了幾次 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等於說 他們在 這是難為你了 就是 為了公事 為了台法 你看我多辛苦 這樣子 然後呢 他們就在喝酒了 幹嘛 過人當中 剛好來自於 剛剛來酒店 酒家上班 沒多久的一個女孩子 叫做 花名叫 貴妃 貴妃 所以這也稱為貴妃事件 那麼貴妃 因為酒家小 酒家女都會招歡 跑來跑去嘛 就為了一個 帶出場 帶出場的問題 招歡的問題 結果貴妃在哭 在廁所前面哭的時候呢 因為這樣被另外幾歡 她都要坐過貴妃 貴妃給她坐過 抵個小歡 問她看起來什麼事 對面人家要帶 王雨他們這邊要把她帶出場 她不想去幹 好 她就幫她出頭了 這個時候剛好 青蛇剛好要去上廁所 看到這個就跟她說 不管你們的事 這是我們的事 閒事少管 就打起來了 打起來了 然後呢 緊接而來 那個以前都帶 那個折疊刀啊 折疊刀拿起來了 對幹了 幹了以後 竹聯邦這邊呢 就天啊 兩邊都對幹嘛 有人就把改造手槍拿起來 砰就開槍了 然後呢 最後呢 青蛇也要招牢 所以呢 青蛇也招牢 招牢的要先去香港投靠朋友 那麼又到了這個 菲律賓投靠朋友 不過因為她很有頭腦 所以呢 她在這些 她後來啊 到一些這個賭場裡面呢 她贏了不少錢 贏了不少錢以後呢 飛到了美國 到了美國以後呢 那個美國紐約 剛好有一位 當時也在台北這個等於說 那個道上很有名的一個 綽號叫牛哥啦 但是他到那邊去了以後 也可以做行李 他開始做生意幹什麼 牛哥生意等於是紐約的台商 做得不錯 那他就跟那個青蛇說 你那麼有頭腦 你來做行李啊 你知道嗎 你也可以這樣做生意 結果青蛇就這樣子 用逢低價 把一些當時不景氣的 成衣店一家一家的收 然後後來餐廳一家一家的開 沒想到幾年下來 他變成僑領了 你知道嗎 那時候他有支持 出錢出力 支持遊行嘛 所以要把他挖過來 然後後來呢 果然挖過來以後 跟他談了以後 青蛇同意回台灣 不過他就跟他們講說 有一個問題啊 但是 我被通緝啊 哎呦喂啊 為什麼被通緝 姓花可大酒家疊血案 後來一想 這比起國家顏面大事來講 這算什麼 你知道嗎 就把它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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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掉了 原來事情都可以阻力 處理處理處理 就處理掉了 最後青蛇就以 美國僑領的身份 光明正大的 他出去的時候 聽說是以那個 從松山機場出去 回來的時候 從桃園機場 桃園那時候叫 中正國際講 回來的 結果後來啊 他們因為這樣 還重新 把它在台北洗成 說那還要不要再去一次 新華格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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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格就不要再去 再來看看這位 這位也是滿會用頭腦的 一個通緝犯 取得對岸的附加千金 身份大不同 我們上面有說一個通緝犯 在柬埔寨 結果變成當地的首富 你也說這個 阿虎 他在我們公司裡面 是沒有什麼作為 但是爬齊一流的 你說爬齊一流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專業 你看看 做到底就好 所以喔 因為我們公司 算是愛情顧問 所以爬齊一流的 但是他一天 發生事情 去台北洗成 但是對方 洗成這樣 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他就緊張 他就緊張 就說 賓國賓國賓國 我現在用台北洗成 看要怎麼這樣 我沒力去學問了 因為 我們公司在廈門有據點嘛 天公司在廈門 就搞一些酒店啊 這些 這些我說你就去廈門嘛 他說怎麼嫁我 我為金門搜尋嫁就好了 最有名的就 一字系列 對對對 一字系列 一字系列 所以他就嫁了嘛 他嫁了 他嫁的門之後 就在公司上班嘛 公司要怎麼讓他看一個 電影 在那裡上班 結果有一天 朋友介紹 他一個飯局 這個飯局的時候 看一個女孩子 廈門大學的 讀廈門大學 他看這個女孩子 他看我 他知道他的事情 朋友介紹 中博說 這個是誰誰誰誰啊 然後家裡是怎麼樣的 目前在哪個學校讀書啊 我跟你講 他心裡面就想了一套 整套的計畫 追求計畫 哇塞 因為這個女孩子 他爸爸是江蘇酒廠 一個酒廠的董事長 而且這個酒廠 是民營跟政府 有合資的一個酒廠 所以在江蘇非常有名 所以讓他得知到 這個女孩子後面 有這麼大的靠山以後 他就 我告訴他 他想到一套的追求 包括送花沒有什麼 吃飯沒有什麼 看電影沒有什麼 你知道嗎 他趁著 颳風下雨的時候 在那邊縮小門 還要等你 連老天爺都配合他 對 所以女孩子回來的時候 看他在那裡等你的時候 感動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這樣子 兩個人家有做會 兩個人家有做會 就是因為這個女孩子 要不要閉嘴嘛 那家裡的意思都說 沒有在那邊閉嘴來說 但是這個女孩子 愛就比較慘了 他不可能了 他就一生要追求他 好 他如果要想到 沒辦法 他如果要想到 沒辦法 他如果要叫他來講 說的時候 他就說 第一個 你要放棄中華民國國籍 放棄中華民國國籍 他說答應 為了錢也答應 結果 他想不到 我台灣 不知道他有沒有通知沒有 我要怎麼撤銷 我如果要撤銷 回來辦撤銷 我也要回去台灣 不知道我怎麼撤銷 他不知道有沒有通知沒有 沒有啊 結果他就淘淘的 叫台灣這邊兄弟去問看看 結果 有人要照顧 沒有不對 他也沒有道案 沒有道案 真的就是可以通知 然後他透過中間人 去找對方 他說 你只要給我撤銷 因為傷害罪 本來就告訴哪一段罪 有故有行 沒有故就沒行 他說 你只要給我撤銷 我回來台灣 我拿一筆錢給你付錢 對方 萬里 事情已經算很久了 萬里 萬里的時候 他就去辦撤銷 辦撤銷的時候 你撤銷以後 通知自然而然 就消掉了 所以他就回來台灣 因為回來台灣的時候 他拿一筆錢 他們中央拿一筆錢說 這筆錢 你拿回去台灣 撤銷國籍 給你老闆老母的安家賣 還看你有什麼事情要處理 你處理你的 結果回來都處理好了 結果這個阿虎 剛才在跟我說的時候 他說 冰國冰國 你知道這個噪音 有水嗎 你如果要撤應該是有水 他說不對 這個噪音有缺陷 有缺陷 就嘴巴這裡 有缺陷 有動過手術 所以這裡就會有個 說話比較不太清楚 如果這樣你如果要撤 他說沒辦法 現在社會 有錢最重要 沒錢 人家看親 有錢 人家看親 再來看看 哇 台灣通緝飯挖到石油 這個人姓邱 叫邱狗 他是台灣人 但是年代有比較久一點 是顯豐十一年 一八六一年的人 當時他在那個時候呢 他文弱一個出身 但因為跟人家發生戲故 所以呢就把對方給 不小心失手把對方打死了 一個書聲把對方打死了 照道理你就應該好好去自首 可是呢他很害怕 他怕自己呢可能在獄中 就你知道嘛對不對 跑跑又又又迷迷的這樣子 他覺得他不敢去坐牢 跑路 他跑到了觀眾朋友 聽聽看這個地名 如果說你這個老一輩的 是不是還有點印象 新竹厚隆溪出黃坑 可能新竹人會比較了解這個地方 他就跑上去 這是一個山 在深山躲起來 那你知道躲的時候 一定要幹嘛 一定要挖洞啊 挖土啊 幹嘛 有時候當然啊 不然古代的躲法啊 我跟慧民 慧民我跟你報告喔 張錫民 瑞德哥可以出身喔 他在山中 也是這樣子躲的 台灣喔 就不夠寒嘛 對不對 沒辦法 通緝犯躲山中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 山中的求生本領 挖洞啊 躲啊這樣子 然後過著 沒日沒夜又黑又暗了 可能還要吃蟑螂吃老鼠 但是他挖洞 挖著 挖著 有一會兒 他挖挖挖 蟑螂 那蟑螂 這是蟑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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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一點 就燒起來了 太龍啊 對 就燒起來了 他說 當時的意識記載 這個叫秋狗的人 挖著這三米的坑 他每天就去那邊取了六公斤的油 一來晚上呢 躲在山中的時候 自己點火自己用 二來呢 他把一些 分賣給村民 做生意了對不對 出 跑路不放做生意嘛 然後賣給村民 蟑螂 你要賠多少 你要賠多少 結果他在 出黃坑1861年的時候 過得很舒適 你知道嗎 還沒喔 那時候官兵都沒有抓到他 也就算了 他後來還直接跟 當地的村的這個一個商人 比方說蟑螂好了 他說 沒有 你也知道我現在走路嘛 我煮給你好了 這個油你自己來採 我煮給你 一年一百兩 你要知道啊 這個清朝的兩 跟現在來比一百兩 大概現在是好幾百萬 就租給他 結果租了租了 這個商人做做做做做 那他也越來越有錢了嘛 那我現在不管他官司怎麼樣 因為1861年 我也真的很難去分析 他的官司怎麼樣 到底是不是還在通緝跑路 他後來租給 阿朵啊 外國人 坐地起駕 我租給你 一年要收你一千兩 最後他變成了 人外變成了大富豪 再來看看這位男生 他這個也是招樓做生意 蠻會看商機 看得商機有點歪 還是會被抓起來耶這種 對 因為我們中部有一位知名的 這個腳頭大哥 他跑路到中國大陸已經十幾年 那 因為在黑道上 基本上如果 有點吃得開的人 都會有自己的一些生存的本事 我們所謂的專業技能 那像有的 有的是 比如說開賭場 有的是賣毒品 那這位大哥他本身就是 因為毒品案跟槍擊案件 被通緝 那他跑路到大陸之後 當然他在大陸那邊 他招樓的一些人脈等等 都是跟這個 槍支跟毒品有關係 那 前幾年他有一個小弟 那因為這個小弟 他本身跟我就很 滿熟的 他出獄之後 因為賈士出獄 他輾轉找到這位大哥 跟他說 他說 因為小弟 沈這裡招樓 需要錢 要大哥幫忙 那 他大哥就說 好 那你就 在台灣你找好你自己的買家 我在大陸這邊幫你接頭 他就幫他 佈局一些軍火跟毒品 相關的商品 進行國際貿易 那他的小弟就在台灣這邊佈局 他聯絡一些買主 找好軍主 聯絡買主 銅爐都找好之後 他們就從大陸 走私軍火跟毒品 那當然不是一次 陸續有幾次的這個 那 過來台灣之後 過來台灣之後 他們 因為槍支跟毒品 這個我所知道的 就 兩 兩次 兩三次的 這個 運輸販賣 他們 兩個 各自的這個 不法所得 就獲利幾千萬 兩個人 就各自獲利幾千萬 那 這個小弟後來也因為 這個會食髓滋味 會不會 但是人家說 因為錢賺太快 暗路走多了 早晚會碰到鬼 後來我這個朋友 他始終還是因為 毒品 這個走私的案件 被抓了 被抓了 現在還在關 那但是這個大哥 他到目前為止 還是在大陸 消耀法外 先出手打人 一拳奏向穿著白衣的 沈姓男子 沈男哥哥想救人 也加入戰局 一旁理事長想勸架 跟著被打 最後騎機車的理事長 父親猛催油門 衝過去 開始了 理事長父親 企圖騎車撞人 卻被推倒在地 雙方徒手打還不夠 再回車上操家貨 一邊持鐵鏟 一邊持塑膠 武士刀木刀 大戰第二回合 結果 沈姓男子的哥哥 頭破血流 事後網友在臉書 撲上照片 指控被冰葬 惡霸兄弟 跟他父親連手打傷 而被指控打人的 雲林冰葬工會理事長 父子三人出面成期 警方調查 打人跟被打的 都從事冰葬業 因長期搶單結院 一號下午三點多 雙方在公募前談判 卻變成全五行 雲林冰葬工會理事長 一月初才控訴 冰葬所阻攬 腳尾犯業務 理論時 弟弟打傷所長 這回又疑似 為了搶生意 與同業互歐蟹鬥 連同爸爸弟弟三人 和沈家兄弟 無人都被移送法辦 長髮披肩穿著帥氣皮裝 在水中擺出性感pose 她是33歲的施仙雲 外拍當model 其實她有正職新娘秘書 外拍工作只是平常 接接case 施仙雲說自己從小 家境不好 甚至因為特殊體質 還揭拆當靈媒 更化足殡葬業 當大體修復師 禮儀師 忘記時期 一天接七個大體 出了新幣 一個月大約十萬元 靈媒 李醫師 論件 收費 還有鋼彈模型師 裸拍工作 施仙雲說最高一個月 月入三十萬元 像施仙雲這樣的斜槓族 不是個案 而人力銀行調查 台灣人有意願 當斜槓族的人 有82.4% 主要都是想增加收入 多元發展 斜槓族崛起 不再從事單一事業 人人都想擁有 賣萬年薪 賺錢也在這裡 對 沒錯 那麼因為最主要原因是 台灣慢慢走向老年化 老年化 日本比我們嚴重多了 但台灣現在 現在馬上要面臨到老年化 就是出 這個等於說 生老病死的情況 會越來越多 那麼你的後事要辦 一年大概有 五百億的商機 沒有就是五百億 那麼再過了一二十年化 可能會到一千億 那麼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現在 你說豪宅很好賣 豪宅很貴 不好意思 現在連陰宅 都可能當作豪宅賣 那麼其實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最近等於說新聞很多的龍岩 台灣很有名的龍岩的總經理 李世聰先生 那麼他其實經營龍岩 他就真的把這個我們一向認為說 是一個比較通常是說 要掃忙的時候比較去的 然後很簡陋的這種 那個龍岩塔 這種相關的墓園 那麼他把他搖身一遍 變成企業化的經營 那以前我們都會覺得這個 這個不怎麼樣 可是他很聰明 為什麼呢 他大量的使用三千位的業務員 在全台灣這樣子 不斷的推銷 然後呢 在那個黃地產的部分 他是一個黃地產 是鷹宅 包括墓地等等 把它包裝 還有相關的塔位 那麼他的墓地 所以因為他地屬偏僻 所以呢 取得的時候便宜 但問題是賣出去的很貴 我們要知道 現在台灣都火葬 土葬很貴 所以呢 土葬現在一坪啊 售價幾乎超過新台幣200萬 那是地堡的行情啊 你知道嗎 一坪超過新台幣200萬 然後呢 除此之外呢 他的推案率出來 兩個月賣光光 然後呢 他現在走的是那種非常奢華 比如說我一個塔位 對不對 不到面積可能不到0.5坪 我可以賣到 一座一個塔位 一個鈴骨塔這樣子 50萬 50萬可以買一台車 然後呢 甚至於 我買那種獨立的包廂 我有去看過啊 那個獨立包廂 對不對 從夫妻的 然後到家族 家族可以賣到1000萬 你們幾個家族在這裡 大家可以賣到 然後弄得金幣輝煌 非常的美麗啊 然後甚至於包括 當然風水老師都會來看過 所以聽說有企業家 包括音樂達的這個等於說老闆呢 也丟了4億來購買啊 有的人會還把它當作一種投資 就對了 那事實上呢 李士聰他早年的說是因為 那麼他的爸爸 那麼有人在這個三支白沙灣 這一塊安樂園啊 當時都還沒有什麼禮儀師的概念 以前沒有那種概念 所以呢 都偷工啊 結果有一場這個有名人啊 那麼要這個等於說 告別式出病 日本的客人來了以後發現 我們的這個從事禮儀相關的 一個偷工那些 竟然穿了短褲 竟然穿了短褲就來從事了 但我們這邊當年不會覺得怎麼樣 可是人家日本人覺得 怎麼會這樣失禮呢 所以後來他就決定到日本去考察 如果你看過日本的那種 眾行者告別式 你說非常的隆重 然後非常的莊嚴啊 他就把那一套引進到台灣來 本來是墓園 本來是墓園 是死氣沉沉 嚇死人的地方對吧 就變成好像一個觀光群一樣 然後整個他的價值 全部水漲船高 那麼後來他的身價 現在預估超過新台幣250億以上啊 你就知道這個殯葬事業 其實是非常等於說嚇人的 然後呢 事實上要告訴各位 台灣第一個這麼龐大的這個殯葬區 這個不是三支白沙灣嗎 其實這個三支這個附近最大的一個 跟一件事情有關係 跟什麼有關係 跟蔣經國有關係 因為呢 蔣經國曾經他年輕的時候 很喜歡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就是已經去世的前 平具的輕衣忌久啊 就是顧正秋女士 顧正秋女士 她後來喜歡上了任賢群 那麼也嫁給任賢群 可是問題是蔣經國喜歡她啊 那任賢群曾經在吳國鎮當沈主席的時候 當過財政廳廳長 最後下台了以後 因為當時不配合 蔣經國在所謂救國團 要用省政府的預算去 她拒絕你知道嗎 結果不好意思 是誰 最後就因為 你又拒絕提供我經費 然後呢 你又追逐了我喜歡的女人啊 最後她下面的情勢單位 就把任賢群以私藏匪諜為名 他拔親眼 抓去拐 然後後來透過好多管道 包括監察院長 去救她的先生 好 給你假釋可以 一個條件 不想在台北市看到她 你知道嗎 因為她還有律師身份 所以後來怎麼辦呢 不可以在台北市看到她 不可以在台北市職業 就到了山的另外一邊 各位就是現在的三隻啦 山姿那個地方去蓋 去種這個草莓 後來 因為土地的關係 草莓 沒有辦法種大 又酸酸的改成草莓果醬 最後乾脆把那些地賣給人家 然後到台北來 最後成為台北市 永和一家 那個百貨公司的大老闆 就是任賢群的故事 他賣的那塊山姿的地 各位 就是現在 已經市值還有經營超過上百億以上的 相關山姿的殯葬園區 是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殯葬業的商機是很多的 但是台灣人其實 一般這個天性是比較敦厚 做這個後事的時候 很少殺價吧 對不對 可是通常我們就心存厚道 想要好好的辦 不殺價 結果卻遇到一些無良業者 一直加這個加那個加 特別是生前契約 早買覺得好就是這個價格了 沒有想到生前契約 還可以加這個加那個 那不是很氣人嗎 因為現在集團 把我們整個中小企業的殯葬業者 都壟斷掉了 那我們中小企業在這個生存的時候 現在也很難生存 因為他們一般人 就家屬的老人家 在醫院過世的話 是直接通到太平間去 到了太平間的時候 這些集團 他們裡面的工作人員 就是他們的李醫師 就圍著家屬就開始在洗了 洗的時候 醫院裡面 他們在醫院裡面 都有裝那個主絕器 家屬本來要跟我聯絡的 叫我們業者去接大體 到家裡去或者到殯儀館去 可是家屬電話 始終無法拔出去 那裡面的集團業 那個李醫師呢 就三四個就圍著家屬 就開始在洗給他們辦 然後他們辦多少錢 都是從最低價韓起 他可以從八萬至十二萬 跟你講說 那我八萬幫你做到好 可是八萬的部分 只是做一部分而已 你如果後面要再做的話 就是追加 到二三十萬都有 所以花圈也會有回收使用 花圈是不會只有花籃 花籃 對 為什麼 因為花籃像比如說 我們講說秀長哥他開花店 對不對 那我們家屬的親戚朋友 跟他訂花 是不是送到告別市場裡面 那結束之後 這個花就有其他的業者 會收回去 收回去 有的是外面的花店業者 他趁這個時候收回去的時候 他自己在整理 不用本錢的 有壞掉的亂掉的 他就重新整理一下 所以商葬會場 很多人留在那邊 是準備要拿花的 對 你要看外面很多都花店的 生死大事其實要提前注意一下 還有一些狀況 連修補遺體也有陷阱 對 就是前陣子也有發生 像雲林有一件 那就是業者利用家屬 他對於司法跟殯葬的流程不熟悉 那對於這個司法相驗 包括解剖 解剖之後家屬也不曉得說 那解剖之後要怎樣 那業者利用說 他們對司法程序不熟悉 他說 那法醫師解剖之後 他們是不負責縫合的 所以我們要另外請人 那縫合費用 要另外加收兩萬塊 還要有這個縫合的助理 驗師的助理費用 還要一萬元 法醫解剖到底有沒有縫合 有 確實都是有縫合 法醫就算法醫自己沒縫合 他的助手也要縫合 所以法醫不管他怎麼剖 一定要縫合 家屬都不用煩惱說 要另外支付錢 所以這裡有一個斷點 就是有人會跟家屬說 你們要找自己花兩萬來縫 對對對 另外就是 譬如說 遺體修復 一些比較不良的修復是 他也會利用家屬對於遺體 或者是遺體處理的流程 沒有這方面的認知 而就是慢聽喊價 比如說 像桃園 前陣子也有一件說 死亡者是因為肝病逝世的 那肝病他因為膽色素提高 會有黃膽的這個現象 死後 特別是人體死亡之後 他那個黃膽顯現出來的這個 現象會更明顯 那當時就有一位 這個所謂遺體修復師 他跟家屬說 要處理這個可能還要打藥水 還要另外還要把它 就是放他的血水 他沒事 那這個黃膽 他本來就是沒有外傷 就是我們化妝機是OK的話 都是可以cover過的 但是沒事他又給人家放血 然後又打防腐 他只是一個黃膽 他沒事跟人家打個防腐 然後這個案件 跟人家開了8萬塊 後來家屬輾轉找到我 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說這個可以不用這樣處理 那家屬知道說 是被騙了之後 就是奮而提告他損壞實體的罪名 現在他有一種黑心的修復師 對 他會跟家屬收錢 又上網說他在做慈善 這兩年蠻多這樣的狀況 怎麼回事 就是因為我們一樣都是業者 我們都遇到很多這種狀況 包括遺體處理的 包括商障服務的 很多現在搶著做免費的 就是因為第一有民生 對不對我們有民生 第二其實很多民眾不曉得 如果你遇到不良的業者的話 他這個弱勢的案件 可能會比一般案件做得更多 因為他去接了這個案件之後 他對外都說這個是免費的 這個是慈善案件 但是我比如說他今天接了 然後回去就PO網 甚至在商家拍遺體 或是家屬照片 或是商家的這個環境的照片 然後跟大眾說這個商家 他們確實是家境不好 然後我們接了這個案件 這個商家需要幫忙 PO了之後如果是依我現在 我PO網 我明天可能就有幾十萬的入帳 而且很多人都是怎樣 他PO文了之後 他那個帳戶不是用家屬的 那基本上其實也不能這樣 因為你沒有一個協會 你沒有什麼明目去公開去募款 所以你的意思說 其實他們還是真做慈善 不是假 不是真的做慈善 就是他募了款項之後 他還處理這一攤 對 處理這一攤 但是一般弱勢家庭 我們都會以最基本的去處理 不會鋪張 但是有可能因為這樣有募款的時候 他會更鋪張的去處理 這是家的代表什麼人 蔡英 這是林的 林將軍 林將軍 這邊這是蔡英文 主是主立文 光靠信誓就知端年一千賭單上頭 有豬有菜 還有各個政治人物 這些正是總統和立委大選的候選人 嘉義縣立委候選人蔡義渝和林將川 賭盤票數金額清清楚楚 還有朱立倫和蔡英文 更是下注熱門選項 藏身在嘉義的地下賭博集團 一共15人通通被抓進警局 不只南部賭很大 新北市還有合法的採券行 掛羊頭 賣狗肉 來 整票 放在家 上個到地 看得到不好 整票 要放到地 遠景橋莊客人搜證 賭客正在玩六合彩 一時傻眼不知所措 背景還能看到採券行螢幕 秀出冰狗冰狗和樂透等開獎資訊 甚至連蔡南竹婆婆媽媽 也來湊一腳 李姓老闆不好好珍惜 裁券行的經營機會 暗中經營地下六合彩 警方查扣賭資180萬 還有賭客想趁機落跑被火彈 大選剩下不到24小時 就怕影響公平性 警方抓得起地下賭博集團 一個個被瓦解 大批嫌犯全部包頭遮臉 雙手上鋼 兩個兩個排成一列 壓上警車 包含主嫌在內共計 45名嫌犯移送桃園地監署 海底出動僅用巴士 這群賭徒瞄準 2016總統立委選舉 全台北到南開闢 31處賭場 印表機傳真機和電腦 進擺台塞進各賭場辦公室 建議請先掛簽簿 雙手上鋼 標榜24小時服務部打烊 賭客能隨時下注 簽賭站號稱全台最大 賭金目前累計達14億元 大選日只剩十多天 就怕地下賭盤開出來的賠率 會影響選民投票對象 監禁發動掃蕩 不讓選情被地下簽賭站打亂秩序 今天選台X答案 我們要帶您來看看 一般選舉大家就說 你要親切 你要長期生根 你要好好的跟大家拔 有的不必 十天 我十天就要選到 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對 沒錯 我們常常在很多的 台灣的選舉裡面 聽過一個叫做 選舉賭盤 那麼事實上台灣的選舉賭盤呢 那麼現在你看很多 各地的地點署開始掛牌棒的 要抓匯選了嘛 選舉賭盤有效不有效 有效 最有效就是這個 為什麼呢 十天都選到啊 真正的 為什麼會選到 你要給我拔一千塊 你一萬人 你要拔嗎 你要拔嗎 是這樣子嗎 你要拔嗎 你拔你投注一千 投注說我贏 過你一萬 十倍呢 這個人就是翁大鳴 翁大鳴傳奇啊 太猛了 翁大鳴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其實是因為 他們老爸突然貴心去 整個這個投資人呢 就因為你年輕嘛 所以大家很多的股東呢 就把這個年輕人排除在 這個經營的最主要的核心之外 所以蝦大鳴在他年輕的時候 是個勵志的故事 蝦大鳴就後來就翻過來 叫王子復仇記 把那些公司全部都拿回來 然後呢 後來他發現一件事 就是政商一定要 互相的合作 你知道嗎 有政治上面的利益 我要做成理由嗎 比較OK 他要選立委 問題是 他沒有政治的背景 沒有政治的因素 要怎樣 他選了一部 他跟他選佈十天而已 他就定了 他就想說那怎麼辦 有一個幕僚啊 有一個幕僚 就跟他出了一個主意 這個主意就是喔 利用選舉主盤 讓你十天調立委 那麼1992年的時候呢 台北市分一二選區 南區北區這樣 又選南區第二選區的立法委員 那是怎麼選掉的呢 那麼就想了一個辦法 用選舉賭盤 選舉賭盤就是 你押一千塊 押翁大鳴贏 陪你一萬 十倍 十倍 那當然一般正常情況之下 你也不知道要去簽對不對 你放心啦 對 要門到耶 我們老母生前也有在簽 要在簽就對了 還會問我 還要問我 我想問你問我要做什麼 問你最新的情資 他這麼關心國家大事啊 這樣不是 我一個朋友 今年到頭都不能聯絡 需要問情資的時候 就問我說 對 尤其是那個柯文哲那一次 在跟他問情資 我說看柯文哲怎麼會掉 真假 那我們這邊要怎樣怎樣了 喔 輸到藏口 平常都不關心甚至 但是真的有人在玩 那我問你一件事嘛 那是你有在搬這個選舉賭盤 那以前還有總統樂 你知道嗎 還有什麼起定樂 那如果這樣的話 你只要一千塊 就十倍 那你要跟他搬嗎 搬一搬看看嘛 對不對 那搬之後 為什麼會影響選舉賭盤 為什麼會影響選舉結果 我就嚇中 這次搬他 想要贏十倍嘛 對 那我自己 我家人 我朋友就幫他拉票 對 他變相的挑戰就出現了 就叫隱性挑戰 對 不過他也因為有一些台灣的知名度 沒錯 所以才可以用這種方法 對 那路邊也不知道 應該是比較難一點 那真的沒辦法 好 再來看看這次新北市的選情 也相當的值得關注 這個侯友宜對上的老縣長蘇貞昌 現在賭盤開出來了 新北市賭盤從來沒開過 為什麼呢 先看這個賭盤是怎麼開的好不好 說這個侯友宜要讓蘇貞昌 就是藍的 要讓綠的 三萬票 讓三萬票 參考的基準是上一次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會說是讓三萬票 再來呢 猴跟蘇 不用讓啦 就平盤啦 PK 我們在網路上面如果看到這個盤 就會寫PK 那再來呢 蘇讓猴一萬票 那就是反過來他要讓他 那時候他比較厲害囉 從這三個開出來的賭盤的 這個前哨戰來看的話 輸贏不多耶 很緊繃耶 這裡頭大概可能也有我們講的就是 可能愛黨情節啦 比如說我是藍耶 那當然我要這樣開啊 那我是綠的啊 情誼相挺 所以我今天別黃色領帶 拜託我中立的立場 民國黨 無黨無派 那大家也會問啊 這什麼意思啊 其實基本上都是一賠一啊 什麼意思啊 比如說我現在下 我不管是下他還是下他 只要你贏了 你下一萬就拿一萬 那主頭要賺什麼 水錢啊 所以你要給人家五千 五百塊啦 好 現在大家知道這個狀況 這賭盤是怎麼開出來的 真的只有愛黨情節嗎 粉絲情節嗎 有參考的 惠林這是專家 剛剛已經不經意的透露了 柯文哲對不對 你還記得柯文哲跟連勝文那一次嗎 你還記得那賭盤本來怎麼開嗎 我記得 一開始連勝文要讓柯文哲十萬票 要讓欸 大家去看看選舉的結果是什麼啊 所以那一次啊 是不是 大家都一面倒的是連勝文 最後主頭可能就大賺 那我們就要去參考啊 那現在 侯讓書 參考的就是上一屆 對 2014 11月29號那次的新北市選舉 大家知道是朱立倫跟游錫坤 來看一下哈 11月29號要選舉 前14天 當時做出來的民調 說朱立倫的得票率可能會有42.3% 游錫坤的得票率會有32.1%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差了10% 是 我來教大家怎麼算 新北市投票大概有效人數是300萬 那300萬人如果通通都去投的話 那差10%不就是30萬票嗎 那所以開出來大概要差30萬票 可是投票率一般是不是只有七成 30萬票 惠敏就容我打個七成吧 那應該要差個二十幾萬票 大家會算了哈 會算了哈 這個數學真的要 投得很清楚你才算得出來 結果一開 大家看一下朱立倫 我先把臉書中結束 95萬9302票 那我們的前遊樂院長應該就是要 差個二十幾萬 應該只有七十幾萬票 75 我們來密一下哈 九字頭啊 二三字頭 只差了兩萬票 主頭皮笑啊 觀眾朋友 從上一屆主頭臉就開始興奮了 新北市的票這麼難猜 這次不能拿來讓大家玩一玩 趁著最後開盤選舉出來的結果 原來是這樣子 可能會顛覆女人的想法 主頭就可以大撈一筆 好玩就對了 建民你現在還覺得好玩嗎 以你上次的經驗 其實像鍾伯哥剛剛講的 以往新北市是從來沒有開過賭盤 那會開賭盤 也要跟上一次有沒有 2014選市長 台北市有開是有關係的 對 那時候連勝文 連勝文其實是藍的嘛 以往的經驗就是 他們這些組頭都會認知 就會覺得 綠的當過市長 也只有一任 一個 就只有阿扁嘛 所以他們這些組頭 他們就會覺得說 又是一個樹人科B出來 又是跟連勝文 奇怪 那這個盤有什麼好怕的 大家應該是一面倒 都是會來下連勝文 所以後來當下他們那些組頭有沒有 他們就開盤 就像剛剛鍾伯哥講的 也許可能是一開始先浪十萬 十萬 八萬 五萬 三萬 到時候變成平手 對 他們所有的組頭 據說有的組頭是怎麼樣呢 這些有分 有的牌有沒有 他可能要往上打 他們就會覺得 也許自己有一些 比較偏藍或偏綠 那他就怎麼樣 他這些牌他就不往上打 全部自己都蓋下來吃下來 他們就會覺得 喔 如果這棵如果熬到 應該可以買老家 怎麼會知道這個盤一開出來 這個藍是從頭都被壓著打 這個綠一開出來就好洗了 就差不多好洗了 所以他們這些組頭 他們就會覺得說 他們這一 聽2014啦 也吃到跟的啦 聽說也有賣房子的啦 賣車子的啦 賣房子 這些小組頭 中組頭虧的啦 請家 我們請家量產是比較誇大 賣房子來處理掉債務的啦 跟這些賭客啦 跟他們處理掉他們贏錢嘛 一堆 據說就是說他們之前台北市那些 有沒有做組頭的那些 都虧到錢 他們就會覺得說 要回來新本市 好不容易等到這一年 回來新北市重操就業 因為比較參雜多 亂象在裡面 復仇 對 然後他們就會怎麼樣 就會覺得為什麼現在 像剛剛鍾伯哥說 為什麼會有三個 三個浪分盤 那其實這個都是比較 下層的小組頭開出來的 他們是在做一個 會盤的一個動作 他們就是在統計一個數據 譬如說今天藍浪綠三萬 下注的資金有多少 藍跟綠平手PK盤的賭資又有多少 浪一萬票的賭資又有多少 就你所知這三個盤 目前誰下的資金比較多 他們這個當然是浪三萬票的比較多 台北市開始動了嗎 台北市是還沒有開始動 你台北市上一次 所知道最慘的人是怎樣 最慘的人就是應該是我 就是周邊的一些好朋友 他們就是他們也沒有做很大 他們就只是其實 就只是算小小小組頭 他們就怎麼樣 他們就覺得說把一些牌自己吃下來 然後開這個盤出去 可能一開始他們就變成 連勝文浪三萬票 奇怪 怎麼那麼多人去下數人科P 他們就全部都把它蓋下來 那時候就嚇到了 還敢蓋喔 就全部都蓋下來 不往上送 就沒有趴出去給中組頭大組頭 那票開出來結果就慘賠 自己一兩個朋友就 聽說就賠了五六百萬 那賺多久五六百萬 新興苦苦買了一個套房 把套房賣掉去跟人家處理債務 原來是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今年台北市大概什麼時候才會開始 通常都是要在開選的前一個月半 就會開出來 所以這次新北市的盤很特別 在台北市摘的跟斗的 這次來到新北要復仇了 不知道戰況會怎麼樣 廣告中我們有更多討論 馬上回來 到台北市